东方西楼,西方买骨,南方书穴,北方玄武,外戒神主,外戒神主 你起来吧 是 五年了,是时候该回去了 妈,儿子回来看你了 山主,您的母亲已于三天请过失 什么 什么 我妈怎么了 三年前,您的妻子江龙小姐执意赶着赵姐上 山母不同意,前去劝阻,随后赶在了赵姐 我妈现在在哪 山母的骨灰目前在江夏小姐手里 后事也是江小姐来完成的 不过赵姐永毕为难吧 赵姐 四大神将听令 借十万御龙军 将位 他们 człЕの风格 做会捕 全部都用 我冒险 你 我冒险 你 我冒险 你 你 我冒险 我冒险 你 我冒险 我冒险 你 看你滾 你可能還不知道啊 我馬上就要娶了你姐 我們馬上就是一家人 而你 就是我的小兒子 不過你姐啊我倒是玩膩了 你要是願意讓我嘗嘗心安 哈哈哈 我可以替你把那個老東西埋了 哈哈哈 你都要 哎 你不忘了 我不是我姐 我姐背叛姐夫 和你這種人渣在一起 我管不著 但是小媽媽對我恩重不善 打死了他 我是不會討厭你們的哦 小南那個廢物已經去了龍藝戰場五年了 陰性全無 我看他早就死在那了 至於這個老公也太不急玩了 我就是盡情笨擺一下 哈哈哈 他就死了哈哈哈哈哈 不過他應該會謝謝我 畢竟 想去跟他兒子在下面見面 我可是他的恩人呀哈哈哈哈哈 來看看啊 哈哈哈哈 你也不怕抓報應報應 在江北老子就是天 老子說什麼就是什麼 來呀 你要幹什麼 快給我搖了 呀 呀 啊 小媽媽 小媽媽 沒意思 把他洗乾淨送到我房間 至於這兒吧 拆了 趙小天 你的死期到了 趙小天 你的死期到了 哈哈哈哈 沒想到你個消失了五年的廢狗還敢回來 怎麼啊 給你媽收拾啊 可惜了 媽已經被我牙了 哈哈哈 即使 已經將你把批抽筋 錯骨養晦 媽 媽 我回來了晚了 小子 你從沒敢打我 你知道我是什麼身份嗎 你 已經是死人了 我 廢物啊 消失了五年 你知道我趙家現在背靠的是什麼 盧玉四大神將之一朱雀大人 你要是敢讓我手一根 你覺得趙家和盧玉你也就錯了 你姐呢 他去哪兒了 我媽到底是怎麼死的 姐夫 是我江家對不起你 是我沒有照顧好小媽媽 江夏 你聽我說 這段時間 謝謝你替我媽料理好事 你先回去吧 這裡我來處理 想走 搞笑呢吧啊 他的姐姐你的女人 馬上就是我的女人了 至於他 馬上就是我的小姨子了 你 一個外人 你有什麼資格管我啊 小胖 你都是女人 這五年在我身上 多風喪 他是同我人 我就怕他家的朋友 你看看我 充滿了 我心想要聽你 你小胖 你自己是你 你自己是你 我心想要聽你 你才能聽你 你我心想要聽你 你還要聽你 我心想要聽你 你自己 死你了 妈 孩儿不孝 孩儿给你磕头了 diagn 陈芯 你告诉我 我会在这五年发生了什么事 具体的 我也不是很清楚 我只知道五年前你走之后 我姐就跟赵天秘密交往 三天前 我姐传出来要和赵天结婚的消息 小妈妈知道后 就跑去招家质问他们 等我赶到的时候 小妈妈已经 朝天人说 小妈妈你自己不小心摔下了楼梯在 姜龙呢 他现在哪 我姐现在也在建立水酒店 今天是他和招建停婚的日子 我现在就去找他 欢迎各位亲朋好友来参加小女姜龙 和赵氏集团大公子赵天的订婚宴 感谢各位百忙中抽空参加 听说赵公子如今是背靠荣誉的大人 因而嫁给他可算是起辈子修来的福分 王总您客气了 还是小女优秀 得赵少青睐 不过怎么不见赵少呢 时间已经到了不会是不来了吧 不会的我和赵少打小就是青梅竹马 情投意合 这么大的场合他怎么缺席呢 青梅竹马 修囊 真是不要脸 青梅竹马 修囊 真是不要脸 你你不是死了吗 敢打我 反了 你这死了五年的被告 你敢打主人 我 我 姜荣 你为什么背叛我 你去了龙玉战场 一早就是五年 我等不了了 我的大好青春 不是等你这个废物的 就算你回来了 你没钱 没事 你拿什么给我幸福 就是 我告诉你 我们姜荣 已经是赵少的人了 赵俩现在 已经攀附上了龙玉四大战将 已经是钟阙大人的首相 就凭你 拿什么跟他比 你说他是谁的部下 这个你都不知道 龙玉四大神将的威名 你这咋最能知道 好了妈 咱们别跟他废话了 待会等赵少来了 我们赶紧开始吧 不要误了我跟赵少女 姐 姐 既然姐夫都已经回来了 要不你就不要改嫁了吧 你个私生女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姜荣 这样打你的亲妹妹 就不怕造报应 他就是个野种 跟我们赵家没有丝毫关系 呦 我看你们两个总是要点的 该不是 姐夫 想着跟小女子有一倍了吧 一个私生女 一个活动费 你们还真够配的呀 反正我现在是照片的人 今天 本小姐就正式废了你这个赘婿 好 既然我们已经一刀两断 那就冤有不债有贼 我妈 究竟是怎么死的 我妈 究竟是怎么死的 赵家少爷到 哎呀 赵少爷到了 姓肖的 我今天看你是怎么死的 念在你是我江家从今的一条狗 你现在赶紧走 否则的话 我会让赵少带着他去见你老不死的吗 姐 赵少 这谁这么大胆把你打成这样 先生 这怎么了 他 这个相伴上的这狗 他 怎么可能 坏钱抓着鸡都没劲 怎么可能是他呢 肖南 我已经禀报了朱雀大人 金 老子就要把你的皮冲你的劲 肖南 你快走吧 龙玉神像朱雀大人你惹不起的 我 在江北 没有人敢动 你个废狗 又在这说上大话 一会朱雀大人来了 看你今天是怎么死的 朱雀 你说的是哪个朱雀 是那个龙玉神将的朱雀吗 废物 朱雀大人的明会也是你能直呼的 你也就只能叫来朱雀 而我 可以把四大神将都叫 哈哈哈哈哈哈 小南 你的脑子是不是被我自己赏了呀 要不你去医院换个浩克的脑子 把浩费我来出 哎呦呦呦这个干什么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厅令 限定一分钟内 沥水酒店 清理门户 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厅令 限定一分钟内 沥水酒店 清理门户 现在装的是越来越像了 哎呦 我好怕怕呦 哈哈哈哈 你也就凭你 也想叫来死了 你以为你是谁 沈主吗 哈哈哈哈 小南 你已经神志不清了 走 我带你去一个安全地 哦 我现在很清晰 水 虽然大家都在场 那我就请大家帮我做个见证 你们这对狗男女 究竟是如何害死我妈的 最后从事找 或许 她可以给你们留个全尸 口气不小吗 我告诉你 你妈的死 跟我们半毛钱关系没有 你妈 她是自己从楼梯上滚下里摔死的 哎 既然这个被我马上就要下去 去見他老母啊 那不如倒是讓他死個瘟呗 你媽呀 就是被我這樣 戲拳 一拳活活打死 那好對 你媽臨死之前 還給我念叨你呢哈哈哈哈 娘 上手 會讓你全租給我媽賠償 小子 死到離頭了還嘴面是嗎 來人 你給我割下來投球 龍玉四大神將 哎呦龍玉四大神將親自來了 不非是來工作我女兒和趙少的 結婚之喜 一定是的天啊 這無上的榮耀 老高你真棒啊 這趙家趙天 公平四位神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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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神男你幹嘛了快行李啊 這個四位神將 擔心你不是我 廢物 你居然敢冒犯神將 神將大人 神將大人 這個廢物居然敢冒犯你 簡直就是找死 對 放肆 對 放肆 太放肆了 神將大人 我這就命人砍斷他的雙腿 然後拉出去餵狗 不懼死 活動血 蠢笨如珠 神主 趙家如此冒犯天威 如何處置 請神主下令 活冷必以雪冬 神主 神主 不是 神將大人 蕭楠怎麼可能是神主呢 他就是一個窝囊廢 怎麼可能呀 哦 對 他一個連老婆都看不住的軟飯男 怎麼可能是神主 這樣的大人物 蠢祸 趙家怎麼會生出你這樣的智障 還敢打著本將的名義惹是非 從此以後趙家貶為賤民 不再為穩將的部下 這不可能 這不可能 什麼神主 什麼四大真相 肯定是這個廢物協領的演員 來人 把他們的頭顱砍下來 送去龍都 給真正的神主大人請罪 是 好久沒動手了 那我跟頭 白虎大人要住 快逃 哎 靜下帶著 還有用 快逃 這到底是幹嘛 笑呀 小 呃 啊 我 趙天 死到臨頭了 還不必回 是要我盪平此地嗎 神主大人 神主大人 神主大人救命 神主大人救命啊 哈哈 你知道嗎 其實 現在就是把你的頭顱菜 可惜 為了我媽的頭戒 我還要留你狗的心意 傳我龍命 三日後 趙氏全族都要跪在我母親的靈堂前 我要用湯的血肉 幾點火氣的再添止 女兒 你是怎麼回事 那個蕭南 真的是神主大人嗎 不可能 蕭南絕對不認識什麼 絕對不認識 可是 他帶著那麼多人 怎麼把張少男全打穿了 不是 那我這 好小姐 什麼二小姐 他就是個野種私生女 二小姐 滾 小小姐 小小姐 你今天為什麼跟蕭南一塊來的 而且還這麼沒問題 不是 你倆到底什麼關係 問題的情況 我也不是很清楚 今天在蕭南的臨堂 姐夫突然就出現了 還打了趙廷 他一個人回來的 我就說 趙少爺說得對 蕭南怎麼可能是神教 那四大神教 那就絕對是他找他的拖 裝槍做事一番 他把咱給揉住了 壞我江家的好事 蕭南 找死 媽 要我說 咱們就應該去趙家 找趙家子 好好教訓那兔子一番 走 完了完了完了 現在聲道大了 趙家主如果一出手 小男哥肯定會沒命的 喂 趙男哥 你快帶著你的人離開那裡 放了趙天 心靈了事 這條馬上就要知道了 趙家主是出手 你們都會沒命的 沒事的小姐 小男哥 家仲已經是空船報信了 叫你們四個演員 就算將來四十個都不夠他們打的 哦 是嗎 我正好想要會會趙家這一群 我得去求求我吧 就算救救蕭南哥的性命 我對姿勞 親吹 你 只要我赵家战骨一想 你的死期必到 赵家战 这东西恨什么 神主 赵家攀骨将被数十年 事与庞大 战骨一想 所有男人必须贴于美战 建立爱 暑假当时 你正是看见了他们的团结 为了机会 好啊 正所可以把那帮砸死 砸尽 众将听令 在 集结十万欲龙军 去赵家 口寨 是 你们干 你们别过来 放开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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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大事不好了 你都要加到赵家的人了 则是让爷如此惊慌 您还记得肖男吗 那个够三岁 今天砸了我和赵天少爷的丁佩爷 还把赵家给打了 人家人 还空在绿水酒店呢 来人呐 把赵家的战骨敲响 将庞灾的崽子们都爬起来 去酒店把那个犯赵家之人碎尸翻转 都爬起来 不 各位兄弟 今天本是我儿赵天订婚的日子 他在绿水酒店 竟和这个喜悦的时刻 可是啊 在江北 在我老赵的地盘上 在我们的眼皮底下 竟然有人敢打场子 你们说说 能放得上狗贼吗 什么 这是在打我赵家的脸 到底是神 到底是神 居然撒也撒到我赵家头上 这么大的阵兆 肖男他经历 必死 快走 回去叫你爸 咱们江家也该出份力了 走 那个狗贼叫肖男 曾经是江家的上门女婿 消失了五年 也不知在哪吃着豹肚胆 敢砸场子 敢打我儿子 真是可恶 既然咱们人都到齐了 也该出发 养我赵家之威 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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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来给你们送礼了 你就是肖男了 你打上了我的儿子 你准备送什么礼 换我找你 你死 送什么 当然是送你们赵家 全子不得好死 哈哈哈哈 果然有种 老婆这么多年 都没有见过 在我面前 如此嚣张之人 赵海涛 你儿子赵天 跟江戎通奸 害死了我母亲 夺妻之仇 杀母之恨 你准备怎么还 还 还什么 我儿子看上你老婆 那是你的荣幸 这那个死鬼老娘 我可以考虑考虑 杀条公狗 给他配袋 哈哈哈哈哈哈 小变子 你也不看看你的身份 你的地位 你就跟赵家叫板 你现在告诉我 我儿子在哪 他要是有个闪失 你就是死十次 点不够 带他儿子进来 放开我 放开我 好大胆的捏住 你把我儿子打成这个样子 爸 爸 爸 救我 爸 小南 我再给你个机会 立刻 马上放了我儿子 我可以考虑考虑 让你死得体面点 放 放心 你们一会 都会陪他一起下地狱 小南 哈哈哈哈 你最好现在忘了 我赵家全桌在此 快快 你现在忘了我跪下磕头道歉 也许小爷我还能饶你一面 要不然 我上帝求生不得 求死不能 啊 啊 让 杀杀杀杀杀啊 我 赵家好大的威风 赵家好大的威风 朱雀大人 您怎么来了 属下 赵海涛参败朱雀神将 属下参见朱雀神将 赵海涛你可知罪 嗯 属下 愚钝 不知道犯了什么事 居然让您亲自钱吗 闭嘴 别一口一个属下 你也配当本将的下属 珍主 请问该如何处置赵家这帮不知死活的处上 神主 你 你是神主 家主 家主 神主 神主 他居然是神主 我们居然冒犯了神主大人 神主大人 神主有人饶命 神主大人饶命啊 小的什么都没有做 请您饶了我 把赵家 全部绑了 三日后 在我母亲分钱 五天 神主 刚刚收到消息 江夏小姐已经被绑望送往陈家了 又是一群找死的人 如确经令 在 集结御龙军 驻扎江北 宣 人家全体进监 是 爸 爸 求求你快救救姐夫吧 姐夫他都快没命了 你姐夫赵少爷 能有什么事还需要我去救他 爸 刚说的姐夫可不是赵少爷 而是萧楠 给你个杂兆 这个小贱人 跟他妈一样不要脸 一口一个姐夫 还跑这来求助 萧楠那个贱狗他最有赵少 怕是尸骨不存 你还敢给他求情 怕是活得不耐烦了 爸 萧楠姐夫好歹也算半个江家人 而且 而且小阿姨的死 也和咱们江家有关系 你就发发慈悲 去赵家留他一条性命吧 你个吃里扒外的白眼囊 萧楠他妈死了就死了 和我们江家有什么关系 江家 赵家现在是龙与战将 朱雀大人的不祥 正是得意的时候 为了救萧楠 我们得罪他们 你觉得 可以吗 爸 求求您了 小阿姨临终前 托付我照顾小南哥 我不求别的 你留他一条心灭就够了 江夏 想叫萧楠是不是 来 把这些酒喝了 来 你明明知道我酒精过敏 你喝不喝 你要是不喝的话 萧楠他就会死无全尸 我喝 姐 你明明知道我酒精过敏 你喝不喝 你要是不喝的话 萧楠他就会死无全尸 我喝 萧楠他真醉了 萧楠你这是干什么 陈家的少爷 前两天不是递了信吗 说缺个十八王小妾的 这江夏也就是贱命一条 把他送去陈家 不是两全其美的事情吗 听说陈家少爷 是一个色狼 如果把夏夏送去 那不就是 羊入虎口吗 那个小贱人 只配给那色鬼做小妾 来人 把江夏这个贱人 给我送去陈家 少爷 江家给您送来个妞 据说呀还是个蠢呢 不错 这江家还是蛮懂事的 不过呀 本少爷喜欢活蹦乱跳的 都出去吧 那爷爽完了 再见 我 你 你是谁 我 我 是你老公的小妹子 你要干什么 干什么 当然是要干你了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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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抬起的东西 江家把你送过来 就是让你服饰我的 你还敢打我 你 我 我 我 你给我吃什么 给你吃的 是能让你快乐的东西啊 你快救命 少爷 不好了 家主让您回家呢 没看这些是吧 赶紧快出去 家主说 有个大人物要将来江北了 只明道姓让咱们陈家迎接呢 把这小妙 给我看好了 刚给他吃的零星春鸭 你可千万别碰 哎干什么呢这里不去 滚回去 让您陈家 如美好后事 爸 到底是什么大人物要来我们陈家 他让我们等他们这么久 不该问了就别问 这都什么时候 什么狗 我不等了 走 你敢 我打断你的腿 爸 到底是什么大人物这么大的男生 他就算是江北的总长过来 别不正常您这样 能让玉龙君朱雀山将 亲自打电话 让我们尽见哪 那还能有谁 人倒是 好了 少爷 你可要为我做主啊 江北来了个神病病 还抢走的你的十八房小妾 还放话说让你准备后肾呢 丑死 丑死 笑笑你醒了 你 你昨天对我做什么 你昨天被人下了药 我把你救了回来 出去 可是你给我出去 喂 喂江傘赶紧滚来医院给他收尸 山主您的脸 啊刚才 被养业摔了一家 对了各家人心里赶紧的 您放心 青龍他們已經把所有趙家人控制住了 夏夏你去哪 我給你一個月的時間 給我和夏夏準備一場盛世 好還有 給江夏的父親送一張信 也是 你對我媽做了什麼 你還好意思問 你知不知道你闖了多大的貨 我讓你去陪陳少爺 你居然給跑了 現在陳家派人過來問責 你還敢防消失 那好呀 那就拿你媽的一條貫命 來給陳家 裴葬 你還好意思哭啊 我勸你啊 還是趕緊去給陳家問責 否則 陳說是你媽了 就連你 憶恩 好自為之 媽陳醒醒了 啊對不起 都是我的家 對不起媽 你怎麼了你 陳阿姨 傑阿姨 這是怎麼了 真的 昨晚你把我離開了 我怒了陳家 就是為了平復他們的怒火 罰了我媽的雅氣管 那快不行了 夏夏 你別急 我現在就叫人過來給阿姨治療 只要還有一口氣 就還有希望 太難了 陳了 那你快走吧 謝謝 我追了陳家 你活不了的 夏乾 我相信 這是沒有人能威脅到 你們是誰 病房不許人隨便進的 你們是誰 病房不許人隨便進的 醫生醫生 就這一塊救救我吧 他剛才被拔了氧氣罐 怎麼快不行了 誰幹的 怎麼能拔氧氣罐了 怎麼樣你趕緊請就 哎你們交藥費了吧 沒交錢可沒法進行公室 我出門太急 放太強了 到底是誰 沒錢還有小事 這氧氣罩是你們自己拔的 還想賴我們醫院圖長 我來付錢 要交多少錢 呃要交 二十萬 什麼 怎麼要交這麼多 你自己看 你們都幾個月沒交錢 啊 二十萬已經是最少了 不可能 我明明每個月都給我八回錢的我 不知道 一定是被我後門攔下來 醫生你別走 確定先救救我媽吧 我來付錢 拿去刷 不好意思 我們醫院 我現在馬上就叫人送來 你先給病人拯救 聽不懂的話是吧 我說了沒現金就別想進挑救室 你 哈哈 我告訴你啊 這是龍藤醫院 擎龍山的情況 他是這裡的創辦者 你要想在這鬧事 別想活著走 老闆 你先不要鬧事 我現在是時間 你想幫我看著我嗎 來吃一個 有空啊 去看看脑子 再给多嘴一句 我让你再隆语 永远做不了医生 真是一个疯狗 我现在就叫人 把你带回精神科 就选参见神主 我必夺理 回来看看秦阿姨 赶快给秦阿姨看看 这是什么药 这是老夫特制的围唇碗 病人久病 身体虚寒 使药温用于恢复体力 是最后的意义 那就好 可有治愈的良药 恐怕老夫还要多配 几次伤药 就是他 一个教不起 医药非常赖荡洗脑 还是个精神变怒 安静国赶不上 无闹 竟然对神 我自己来处理 一个小教花子 带了一个老教花子 都是来看脑子 再敢断 把你舌头挖进 我警告你啊 我可是院长的侄子 你他妈你敢动我你 出来 你干嘛呀 你快放开 我找你 你们两个 他们事 交不起厦非就在这儿 不一定导致 干净滚出去 我们医院容不下你们两个 医生 我也交起了主案 我怕你救救我妈吧 去 他已經沒救了 趕緊準備後事 一派胡言 我看夫人好人呢 哪來的老子 他已經過了搶救的最佳時間了 就算是神醫九旋道理 也救不了他 爸 我對不起你媽 小夏 小夏 你別聽他想 秦阿姨 他醒來 他能醒來我媽叫你爹 小子 今天我就給你個叫 話不能說的太滿 媽你醒了 現在可以叫了 誰知道你用什麼方法讓一個死人正眼的 有本事你讓他下來走到 我媽他好不容易才醒了 你作為醫生 不過別人的身體你還有沒有良心 就讓秦阿姨好好休息 我再說 我恐懼 我怕你 我怕你 你穿了 您是九旋道長 哈哈哈哈 真是在下 不知夫人是怎麼認識老子 我曾經在您的道冠前 等了整整三天 軟軟的 看見過您的尊容 老公先生 怎麼病瘋了 就這個瘋老頭還是九旋道長 那可是龍玉神主的專屬神業就他 你怎麼看我 驚靜之魔 簡直郭燥 我給你三秒鐘 我已經消失 高大的口氣 誰敢讓我的直到消失 說你來了 就是他們幾個在這兒鬧事 哎他自稱為九旋道長 這不辱人嗎這不 他說 您還記得我嗎 你是谁呀 小德鲁啊 曾经见过您 还曾受过您的恩惠 受过老婆恩惠的人多 你算什么东西 有出这个败类 不如我们姨们的脸面 你是多了吗 他怎么可能是 混蛋 你是哪个儿童 干活到这这样讲话 我这是你说 下了你的眼 你连我们一届的大佬都不认识 你还配当医生 道长 这东西 有眼不识泰山 小的这就开除他 并吊销他的医生执政 大人 是我有眼不识泰山 小的嘴舰 小的嘴舰 您就饶了我 现在该知道给薰道歉了吧 我给薰道歉 您就饶了我吧 我 Caesar 嗯 小南 今天的事情是我误会你了 对不起 是我对不起你才在 这几年我们已经都跟你照顾过 可惜 我还是没有照顾好小阿姨 事已至此 就不必再多说什么 放弃 那些混蛋 我待见 哦对了 我还没有问你 你是怎么从赵家人手里逃出来的 还有刚才的九旋道长 其实 我这几年在龙域 认识了不少人 其中就有九旋道长 至于赵家 一个电话就能解决 也算不了什么 小南 真的是太感谢你了 如果没有你 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 没事了 从今以后没有人再感激过 哎呦 江夏呀江夏 要我怎么说 你才能要的不我 你妈刚死 就在医院跟我老夫 嗯白白的 也不知道你妈死的事 眼睛合不合得上 你什么你 江若龙 说谁是你了 老公 赵家的事是你干的 你可真厉害 我知道 你心里一直都有我 要不然 你也不会对赵家 下这么重的事 对你 老公 这事真的跟我一点关系都没有 他妈的死 是赵天干的 他死有余辜 你就原谅我好不好 我以后一定跟你好好过日子 我 我 你非要这么决心是吗 咱们这么多年的感情 你都忘了吗 感情 你也配跟我提感情 我肖南这些年对你问起你 而你是怎么对我的 肖南 我们还是夫妻 一容俱容 一所俱缩 我是不会让你摆脱我的 我 我先走了 你们江家只有江夏 才配我肖南说 至于你 明天我会让人 把离婚手续办好 不可能 我不同意离婚 这婚就离不了 别人不可能 我一句话说 肖南 要离婚可以 一千万离婚费 否则 就拿江夏的命来换 肖南 要离婚可以 一千万离婚费 否则 就拿江夏的命来换 你可以试试 我会让你们准个江夏配奏 够了肖南 我的事 不用你了 肖南哥 我已经欠了你太多 求让我一个人去承担这些 你走吧 我们想看看你 夏夏 若你不是夏夏的姐姐 你得吓着 叫 小狠 你会后悔的 打个延欠 陈少爷 陈少爷是我 啊 您先别生气 我那个妹妹他已经回来了 如果就是得麻烦你 亲自出手 拿个带着 啊 去把江家那个小事都把回来 这 想的好 错误吧 我警告你不要闹蠢命 上次大人物没来 这次有可能随时移下江北 如果你要是创造枪口上 我可饶不了你 我知道 嗯 嗯 是陈家的人是吧 放了他们 我才是你们要找的人 不错 没有胆量啊 怪不得能入少爷的发言 你干什么 江沙 江沙 你还真傻的贱惑 人家如此祸事 可把家砸成什么样了 发生了什么下下呢 我们江家不知道惹了谁 下下被他们绑走啊 才能是谁啊 刚速消满把江夏带走 还打了陈天青少爷的手下 多亏啊 我刚才给陈天青少爷打了个电话 把那个小店人带走了 不然的话 就不止咱的江家这么强了 好啊 原来是你这个小笔子 江夏 你还真会挑男人 好啊 把你这条揭秘引擦进去了 住嘴 你 下下淘汰是我的女儿 你平时刁难他也就算了 可是 你现在还诅咒他 江夏若是出事 闭上你 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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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初恋 你要的人我给你抓来 看的不错 下去领场吧 小剑人 看你这死 妈的 性就不吃吃罚酒是吧 用手 住手 爸 你打我干什么 我怎么跟你说 玩女人可以 但是不要闹出人命 否则 我饶不了你 我也没想打死他呀 爸 你看这小剑人 要咬舌自尽 他要是死了的话 谁想就闹大了 小剑人 上次伺候我是委屈你了是吧 你今天要是不提我的 明天 我就灭了江家 你 你是哪 我想我死 你想我死 小岚哥 说我谁 骁男 就是那个江家 生生了5年的骁男 他不过就是一个废物追选 你耽然 我可少年 把你 我别杀口 小子 听说你很懂大事了 但是你要记住 出来混要讲背景有实力的 你啊 不过是一个小憋三而已 不好好当你的狗 跑来找死啊 陈家 我给你十秒钟的时间 让你儿子自断双手 我还可以留你陈家上下的命 什么时候 怪不得你要来陈家找死呀 原来是脑子坏掉了 对了 我好像听说 你老妈呀是被你老婆和那个 那个那个和他肩膚弄死他 哈哈哈你是不是老子也被弄坏了 小南哥你先走别管我了 老伙 把这红红杀了吧反正留着也是祸害 住手啊 宗雀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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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失远迎 有失远迎 沉将 你太令本将失望了 朗朗乾坤 竟敢如此无法无天 注意班长 我们正在清理垃圾清理垃圾 你们知道他是谁 既然还敢动他 啊 不就是欣赏小子送给我的小妻 我竟不知沈主大人的未婚妻 竟然是你们的小妻啊 沈主大人的未婚妻 她是沈主的女皇 一字 陈建木屋王法以下乱上论罪当珠 小楠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我怎么会是沈主的二婚妻呢 其实 我就是沈主 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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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楠 你别开玩笑了 你怎么会是沈主呢 虽然去了龙玉五年 但这不代表你可以冒充沈主啊 好吧 还是骗不过你 朱雀战将曾经欠我恩情 他今日过来就是还我恩情的 还好你不是沈主 然后真的是沈主 我不敢跟你说话了 走 我送你回家 爸 我回来了 可算回来了 没事吧 我没事 都亏了萧南 他又救了人 萧南 就凭他 江西啊 我就是陪了一下 陈绍嘛 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还至于在这撒谎吗 萧南要是有本事救你 他就不是萧南了 不是 我没有 萧夏 不用回家 你只会干嘛 你只会跟着我 很多人多说 萧南 我们江家人说话 有你插嘴的范儿吗 你是不是忘了 你要跟我离婚 我怎么会忘呢 你是不是忘了 你要跟我离婚 我怎么会忘呢 哼 好大的口气 一千万的离婚费 准备好了吗 你今天要是不把钱拿出来 你可别想从我们江家跨出去 姐 小南天才刚回来 哪里掏得出来这么多钱 怎么 你还替他手上画了是吧 不要以为你放上了程少爷 你就有脸了 我告诉你 这里没你说话的份 不就是一千万吗 我给 拿上货糊弄我 我要的是现金 而且是美金 女儿 你真是高看小南了 这个废物 要有本事能拿出一千万美金 怕是卖血都不够 是 真是 他 公斤 红尔 这 他 他 这 这个 人 我 他 我 是 我 我 粉 粉 我如果想娶江夏 还需要什么想做 小楠 你说什么呢 夏夏 你愿意嫁给我 我会用我的意识去守 你当着我的面 跟这个贱人求婚 你恶心我的是吧 你这个废物 真够叨脸的 娶她也行 这个货色呀 可便宜 只要一百万就够了 闭嘴 你再胡说 就滚黑你们的家去 小楠 你是认真的吗 我小楠在此发誓 要有富于江夏 天大雷劈 我都好死 夏夏 你呢 真是婊子配了天长地久 要娶我女儿 也行 一样东西都不能 我明白 我会给夏夏 是世间最后的一切 江夏 一个整天说大话的废狗 你也能看上 真是丢进我们江家的脸 什么人 敢吵我江家 小楠 这就是你要给我的现金是吧 怎么连个银行标识都没有 怕不是假钞吧 我 你看仔细点 这废物怎么可能有这么多钱 真的是真的 我在银行工作一辈子了 我能认不出真假吗 说吧 哪偷的 姐 你差不多行了 桑南她不是这种人 容若 你个傻丫头 你管她是偷的抢的 你管她那么多干啥 钱留下人 换出去 果然有其母 必有其 小南我们先走吧 我想去医院看看我们的 我们给秦阿姨买点毒品吧 小南 你怎么在这 小南 他们是谁啊 男的我不认识 女的叫张晏 是我大学同学 还真是你啊 我还以为我认错了呢 我这么多年没见 你怎么还是这副穷酸相啊 这么多年不见 你不还是一样毒素吗 你 算了 本小姐啊 不跟你一般见识 不过啊 还好你半年拒绝了我 要不然现在跟你这种穷鬼在一起啊 还不如死算 亲爱的 这个穷鬼是谁啊 你怎么会认识这种人 她呀 就是我大学同学 我当时不懂事的时候呢 还喜欢过她 我现在看她这个样子啊 我还得感谢她当年继续了 我呢 对了 小南 给你介绍一下 这位可是我男朋友邓昌 他可是邓家的大少爷 看 看到我手上这个钻石手表了吗 可是我们家邓昌啊 花了几十万给我买的 不过像你这种穷鬼吗 怕是一辈子都买不起这么贵的礼物吧 小南是吧 看在你跟燕燕是大学同学的份上 这样 咱家那个公司是还缺一个洗厕所的 你来正好合适 想炫富是吧 不好意思 我们找错了人 区区一个邓家 被赶带来小南哥面前炫耀 区区一个邓家 被赶带来小南哥面前炫耀 区区邓家 你的意思是 你男朋友 比我们邓家还有钱 亲爱的 你也太看得起他了 他要真这么有钱 至于穿成这样吗 而且你看他女朋友啊 连个班都没有 还在这吹 才觉人家买补品 记住 这可是高级补品店 对啊小南 你不是来这买补品的吗 你倒是买呀 我倒要看看 你们买不买得起 我说张燕 我不是当初拒绝了你的表白吗 至于记恨我到现在 我记恨你 你也太小看我了吧 哎也不为什么 就为了看看你那尴尬 又窮迫的表情 哦 陈小爷 我们打个赌卢 如果我赢了 你就甩了这个外籍女 如果我输了 你要我怎样 优男 你说谁是外籍女呢 你又不是你再说一遍 哎 可以 你说怎么赌 我得先想一想 如果太容易 免得你们说我欺负你 这有什么好想 咱们现在不是在 这个高级补品店吗 咱们就赌 谁能买得起这家补品店 最贵的毒品 谁就赢 怎么样 如果你买得起的话 你就赏 如果你买不起的话 那就跪下来 给我们道歉 然后从这儿再爬出去 你确定 你确定 确定 非常确定 那张晏 对不起 看来你这男朋友 想借我的手 想你什么 叶叶 不要听他在这乱吹 这最贵的毒品 可得上买吧 你觉得他们买得起 就是 我就看你能装到什么时候 你向南有几斤几两 我还不知道 你好先生 请问需要买点什么 把你们这儿啊 最贵的毒品全拿出来 这位先生都要了 对 一定要拿最贵的 先生 您确定吗 我确定 先生 您确定吗 我确定 先生 你确定 你确定 两株都买吗 小姐 先生 你可太看得起他了 他是我大学同学 他什么样我能不知道吗 别说是两株了 就是能一根须啊 他都买不起 这两株我都要了 正好可以送你 就你 买两株五百万 你有那个钱吗 先生我们店的商品是 不设账不分期的 小门 我这儿还有些钱 你先拿去用吧 放心我没事 可以刷卡吗 可以刷卡吗 可以的 刷卡 小南 我还真以为你能买得起呢 就这张破卡 能刷什么呀 我可记得咱们江北 没有这种炮呀 没错 这卡的确不是江北的银行卡 先生不好意思 您这张卡我们这里恐怕刷不了 你还是试一试吧 万一能刷这五百万的业绩 又到手了吗 是 好吧 这我刷得出来 看你怎么想它 刷卡成功 请输入密码 刷卡成功 请输入密码 先生 请您这里输一下密码 交易成功 正在打印平条 不可能 这可是五百万啊 他小南怎么可能这么有钱 是 制作黑卡 那是制作黑卡 骗了 那怎么了 什么卡不卡的 肯定是他跟店员串通好来骗我们的 你没说 你没说 东少 你刚刚是怎么收的来着 这 小小先生 我愿意不说 张燕 从此以后 我们断绝一切关系 从此以后 你有断绝关系 你走吧 不是你 你胡说什么呢 这很明显啊 就是肖南做的局啊 你不能听他的 东少 我是真的爱你的 我不是他们所说的拜金女 我不要你 张燕 你以为我不知道你是什么人是吧 你一直把我当提款机 从今以后 你不要再来联系我了 听懂了吗 你走吧 小南 都是因为你 都是因为你这个宝宝的死虫鬼 毁了我的幸福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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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死你 我 嗯 你 你疯了吧 你再打我 张燕 你有病是吧 萧先生 不是咱们这种人惹得起的 萧先生 张燕不懂事 你看在你跟张燕是大学同学的份上 你放我们一把 你放我们一把 还消息 还消息 你装 你继续装 灯畅 你是不是早就想跟我分手了呀 你是不是就是因为没有找到机会说而已呀 很好 我现在告诉你 是我张燕燕甩了你 不许你灯畅甩了我 还有你 还有你 你个王八蛋 让我帮助手术 让我帮助手术 你啊 你所有人 都给我走 下 萧先生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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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萧门 你这些钱 还有那个黑卡 黑卡 是朱雀借我的 钱 是我这五年赚的 我就问问 你不要多想 我明白 走吧 萧门你个胡蛋 都成你个王八蛋 还有你平贱人 等着吧 我张燕有仇必报 雪天有仇必报 好过 雨哥 逛上天 有没有时间陪人家吃饭啊 燕燕 想不到一年后没见 你真是越来越来越伺候人了 说吧 干我什么事 刘少 人家呀知道你喜欢大美女 这次来呀 是专门给你奉献一个人间结色 好 你看 这个美女怎么着 这有谁啊 这个嘛 刘少年刚刚认识的 住的地方还没有查到 不过 不过既然刘少你喜欢 我就替你查一查 哎呀 燕燕 你真是太懂事了 你一定要快啊 叫刘少 啊 我有一个小小的请求 就是 你在蹂躏这个女子的时候 我要在一旁拍照 我要把她的床照 发给她男朋友 羞输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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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干嘛 不好意思啊 刚才在整理一件文件 所以有点晚了 让你走到了 没事 我也刚到部队 你想去哪里吃 要不然我们就在附近的餐厅吃吧 刘少 刚才她那肺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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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还不然是 非典上 小妞 跟我们走的胖子 我们老大 想见你 你们想死是吗 小子 我可是你想死吧 我告诉你 我们可是刘家刘少爷的 我管你们是谁 这我还没有放你赶紧滚 勇哥 跟他费什么话 别干他呀的 就死 咱们三 还怕他一个不成 小子 要是你实相的话 就赶紧 否则小心老子 勇哥 勇哥 滚 再有下次绝不起 他们刚说什么刘家 可是我根本就不认识刘家的人 看他们样子 应该就是这一代的混乱 故意打着刘家的民意 在这里惹事 不过放心 经过这次教训 他们应该不敢再来 什么事 牛了 少爷 我们碰到硬茬子了 那女的旁边有个男的 他 他下手特别重 上来一巴掌直接给我干晕了就 是啊 我们刚想出手 大勇一巴掌被人家打晕了 你他妈是废物啊 三个都打不过一个 不是啊 少爷 主要是 那男的他真的太厉害了 干猛 行了行了行了 我妈我妈 看你们去示范 走吧 江氏集团 简然硬不行 那我就再说了 我要用全是金钱 来征服这个小美人 那我他是应该情愿的 陪老子 江小姐 来了 坐 给我喝一杯 刘总 我想问问您 为什么要将这么大的项目 交给我台湖 因为 欣赏 刘总 我突然有些不太舒服 就想告诉我 这么快就走了 所以被在走了 刘总 是真的有点不太舒服 下次我一定请您喝酒 下次 姜小姐 这个酒今天是不喝的吗 你可能就走得出去 你可能就走得出去 我一定请您喝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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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总 这酒我也喝了 就先放松 陆天宇 你又喝什么东西 没什么呀 姚小姐 你是不是喝醉啊 这样 我在楼上 开了一间总统套 我带你 上去休息休息 你是个卑鄙小人 竟然对我酒里下药 放开了 就报警了 小建人 你他妈算什么东西啊 老子给你几分博面 真把自己当回事了 你还不吃饭 谢谢不应到门口了 算了 救我 臭婊子 你老子在江北的势力 谁敢来救 把本上也伺候 是你的福饭 乖乖躺 救命 救命 弄我女 招死 小子 你吃了熊心暴散了 你敢打我 上 把桌腿飞了 是 小子 你谁啊 跟他妈坏我刘天宇的好事 跟他妈坏了 一个死人 不配知道不能 好 很好 既然你找死 那我成全你 趁我还没有对你动手 我劝你赶快跪下来磕头认错 然后自费双臂 还能保你不死 哈哈哈 哈哈哈好大的口氣 在江北 你還是第一個敢這麼跟我說話 小奶 你快走 是江北劉家的 江北所有的地下室里 都是他家的 我覺得他 要死全失的 小子 是不是儒了呀 聽沒聽見江夏收走了 老子可是劉家少爺 趕緊滾 羽龍衛親戀 像這條狗 貴 羽龍君 居然是羽龍君 小小子 你別以為你能驅逐羽龍君 你就能把我怎麼樣啊 你不能動我啊 我爸可是劉厚昌 要不然我爸饒不了你 你不該動江北 更不該威脅 我錯了 你別殺我 我求求你饒了我嗎 我再也不敢了 再也不敢了 不好意思 從你對江夏 東歪心死的那一刻起 就已經命了 記住了 來勢注意 帶走 是 你不能殺我 走 你不能殺我呀 走 不能啊 啊 啊 回去告訴你們劉家家 不要再東歪心 不然 我連你們劉家 連根拔起 滾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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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好了 出大事了 說 少爺 少爺 狂狂張張的做什麼 是不是田允又闖禍了 不是老爺 少爺讓他打死了 你說什麼 你再說一遍 少爺 少爺讓他打死了 少爺 生氣現在 現在沒有老 老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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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爺你可得保重身體啊 老爺 老爺 可得保重身體啊老爺 是誰 是誰殺了我兒子 老爺 我們現在還沒查出來 但是 但是我我們查到 這個跟僵屍集團的江夏有關 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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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爸 開場開場 大事不好了 劉虎誠他不知道發什麼瘋 瘋狂打壓我們公司的股票 現在我們公司的股票 已經下跌了 快點 什麼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了 我不知道 我們公司的股票還在持續假電 開始不到半小時 咱們的市值已經招開了兩千萬了 可惡 可惡 這到底發生什麼事情 這劉家為什麼平白無故的 就打壓我們 你們怎麼都不說話 難道是啞巴嗎 這點事兒都查不出來 你們說 是空腹裡和劉家少爺劉天宜的喜悟嗎 什麼 你說劉家的少爺死了 你有沒有看過 這瘋狂打壓 你真是最新的 想想 你昨天不是跟劉天宜在一起吃飯 你說那裡到底發生了什麼事情 我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怎麼可能 劉天宜昨天明明跟你在一起 你老實交代 這劉天宇的死 到底跟你有沒有關系 你都知道什麼 你就全盤端出來 風澤江氏集團今後你就被我帶下去 難不成是你勾引劉少爺不成 把人家給殺害了 你這心腸還真是歹毒啊 啊 劉家的人說了 劉天宇是因為你才被宰骨被殺害了 果然是你這個臊門心害的 等一下這是真是一名你而起 果然是你這個臊門心 你才進公司多久 這麼大的麻煩 這個賤人我真是害人不淺 你就說怎麼負責吧 我說呀 我才送到劉家 無後程 你這話 江家就會遭殃的 他去復業 咱們都準備了公司 能和天海機場剛好關係 現在出了事 你們一個個子 是這樣的 誰讓你這條瘋狗進來的 江夏連累了我們江氏集團 就應該滾出江家 劉天宇是他沒有任何瓜葛 對 他早該趕出江家了 一個劉家而已 你們就要放棄自己的血淋之親 真是一群沒有骨頭的奴才 哎 你一個廢物 敢在這胡說 好大的口氣 你一個劉家而已 就這種小黑三 見給劉護城 貴地求饒 夠了 你們不要再說 只是皆因我而 我現在就去劉家請罪 劉家的事情 就不用你操心 我已經叫人去處理 你是什麼品種的狗啊 他敢去劉家亂叫 江家 我今天讓你們都要為我而陪葬 說 隨時江夏 今年必將到碎屍萬段 為我而報仇 劉家說劉家就饒命 他他是江家 那時候他已經被我們趕出江家 與我們江家沒有關係 對對對 劉家主 就是他 這個小姐 還有蕭楠他們幹的 劉家主 被怨有頭再有主 你可別撒出人了 說 是不是你殺了我 是又如何 劉天宇感動我女 死有餘辜 劉王跪下隔頭 跪他 何曉知己 在我眼裡 你就是個廢物 三生 再不跪下未完磕頭 你們江家 都沒死 劉厚誠 你好大的威風啊 這江北 南無城是你劉家的天下 哈哈哈哈 老子在整備九十天 快跪下隔頭 還可以留你一條權勢 就憑你們 也想殺我 未免也太過自信了 你個廢物 竟然 還如此大地口氣 我真是死不足心 劉家主 你也看見了 肖南現在就是像瘋狗 他不見棺材不落淚啊 你一定要好好教訓他 肖南 這有什麼時候了 你別管我 你快走吧 既然你不跪下磕頭 現在就打斷一兩條腿 老爺您快回來吧 朱學戰將帶十萬運輪軍 將我劉家圍住了啊 什麼 什麼 老爺發生什麼事了 老爺 廢物 你給我等著 老爺 你去哪 劉家大獲臨頭了 趕快回家 小南 你這個廢物真是好運啊 劉家主家主就要走了 你個爛蛤蟆落腳背上 都仍惡心人 家主就該殺了你再走 省得你在這瞎蹦塌 你們都別說小南了 他也是因為我們才惹上劉家的 閉嘴 你一個賠錢貨 要不是因為你 能惹出這麼大的麻煩嗎 差點 把我們江家全捲進去了 爸 要我說 咱們就應該把這兩個廢物 一起逐出家門 要不 我們江家 就會被連累覆滅了 江夏 爸 您別說了 女兒不孝 我 江夏 自願離開江家 小夏 其實你沒必要站住 沒事的 小南 其實 你沒必要站住 其實這些年在江家 除了我父親 我沒有感受到過日思溫暖 離開也挺好的 只是 我以後都沒有家了 沒事的 有我在 我會給你一個家的 不用了 小南 你管好你自己就行了 我先去醫院看我媽了 出去 張北最好的別墅是 這二十億 你別買我 他 我 他 我 他 我 什么阿摩阿狗都能买的吗 所以啊你别浪费时间了 去忙你干忙的吧 你别浪费时间了 去忙你干忙的吧 哪来的香巴佬呀 你敢来我们香山别墅区看别墅 自己几斤几两 心里没点数啊 给我把这一套的资料给我看一下 哎呀还挺有眼光啊 看的是我们楼盘的楼王 可惜啊就你这样的买不起 别在这浪费时间了 浪费时间的是你 赶快去哪我还赶时间 就你这样的还学人家赶时间呢 这一生的低贪货 还真把自己当有钱人了 这套已经卖了别滚了 哟这么少 来的怎么也不说一遍啊 可能一几杯好茶 这不是想给你一个惊喜吧 哎呀讨厌人家都看着了 看着就看着呗 多少女人想让粉少摸 粉少都懒得碰一下 哎这是谁啊 连刘主管那么高的人 都心甘情愿都被他砍油 这人都不认识啊 他呀是邓家的二少爷邓兴 不仅家里有钱 而且他哥 这个楼他们开发商 啊 这就是邓兴啊 看他尖嘴猴猜的样子 果然名不虚传啊 哎呦方啊 我要给我朋友买两套别墅 有没有什么好的推荐啊 当然有了 你看咱们小区的楼房啊 就特别的合适 地理位置是极佳 而且啊也非常的大 还有后花园游泳池啊 那可都是因有尽有 邓少您看 这就是咱们龙王的位置 等一下 你说这一套一脉就是 这套别墅两个多亿呢 像你这样的 一辈子都买不起 别在这房外邓上看房子了 同样是过来买房的 他呢我就不能看 就凭邓少有钱啊 你有吗 赶紧滚一边去 哪来的香吧老爸 赶紧给我滚远一点 别妨碍点绍心 先生您要不这边先休息一下 我给您看看其他的资料 不用了 我就要这一套 多少天我现在有这套 这套别墅两亿八千万 不是两万八千块 像你这样的 一辈子都买不起 赶紧滚吧 真不知道天高地厚 装逼装到我头上了 哈哈哈哈 拿了一张破银行卡 里面这五钱了 这一张破银行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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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见了吗 这才是银行卡 里面有十个亿的存款 钻石金卡 就是 你那张卡要是能刷出钱来 这张破银行卡 我刘方啊 给你真查太错 赶紧滚吧 赶紧滚去刷坏吧 那他别说我要了 我倒要看看 一会刷不出来 看你怎么向我 江澄十分正在把音上去 我倒要看看 一會刷不出來 看你怎麼像他 交易成功 正在打音跳劇 這刷卡成功了 他的卡里真的能刷出兩個多億 厲害 看他相貌平均的 竟然真的是個隱形的富豪 有富豪會不會你按錯 這這怎麼做 你不可能 真的是兩億八千萬 先生你想到您的卡上居然真的有這麼多錢 既然我簽已經付了 那就帶我去辦理手續 好你稍等 這套房子是我先看的 我立馬付錢 這套房子不能賣給他 鄧少這套房子就是給您留的 只要您現在付款 我馬上給您辦理手續 我錢都付了 你還想怎樣 先生 這套房子 是給鄧少留的 就算您付錢了 也不行 可行 馬上去給我辦理手續 別浪費 錢都付了 憑什麼不賣給人家 凡事要講究個先來後到吧 人家先付的錢 房子當然是人家的 閉嘴 你是要跟我鄧星作對嗎 你怎麼會賺錢 小子 因為有錢就了不起 就算你出十個億 你房子該數還數 就是 我勸你少惹事 趕緊一邊去 別妨礙鄧少看房子 鄧少 我這就給您刷卡 我再說最後一遍 既然錢我已經付了 這房子就屬於我 聽明白了嗎 先生 付了錢就了不起了 像你這樣的 這不定那張卡是哪偷來的 你敢打我 我本來不打你 像你這樣的 小子 你敢中我的女兒 你現在立馬 給我磕頭認死 否則 饒不了 哦 那你要怎麼做呢 我是鄧家的二少爺 我哥鄧昌 是這個樓盤的配發商 只要我說一句話 就能讓你在江北 扶下去 現在給你一個機會 立馬跪下 給他磕頭認個錯 我就放你了 原來你是鄧窗的弟弟 真不愧是一家人 狗眼看見 喲 認識我哥呀 那你還敢在我面前這麼吵 鄧欣啊 你哥在我面前 都不敢像你這麼吵 你算了什麼東西 敢這麼說我哥 我叫蕭南 你給你哥打個電話 問問他 好 你等著 有準備跑 不吃好歹的東西 看我們董事長來了 沒有你好果子吃 好啊 那就拭目以待 蕭南是吧 我哥說了 讓我在這裡等他 馬上就下樓來找我 他可從來沒有說過 認識我你 哈哈 真是太好笑了 窮鬼 你臉疼不疼啊 還讓我拭目以待 我們董事長 根本就不知道你這個爆發貨 以為有點錢就了不起了 我告訴你 從出生起 你就站在你奮鬥的終點 跟我們都還差不多了 東兄 哥你來了 東兄 哥哥你來了 哥你幹嘛打我 小姨 對不起 這個弟弟啊 向來欲求 留住了您確實該打 這樣 您看上的房子不要錢 直接送給你 不知者無罪 不過 你也該好好管教管教你的弟弟 小先生道歉 哥 道歉 對不起小先生 對不起 小先生 對不起啊 剛剛是我有眼不是泰山 還請您多多原諒 你挺不錯的 現在是幫我辦你手續 好 小先生您稍等 小先生 我真的就要不做了 只要您可原諒我 我做什麼都行的 劉芳 收起你的心思吧 就你這個 給小先生提鞋都不配 你被開除了 收拾好你的東西 給我滾 小姐 著重 你帶我來這裡幹什麼 你喜歡這裡嗎 下下這裡你給我買下來了 就想給你個家 你願意家給你 我認知 我願意 謝謝 我還要來 你要吃什麼 怎麼回事 能不能小心點 不好意思啊 這個多少錢 我們賠兩千 這錢還是多少 什麼 這只是一個普通的杯子 怎麼可能要兩千啊 你得给我说 我说吧 行 不让我们经理来给你个说法 经理 这只是一个服务的杯子 怎么可能要两千块钱 是不是你们服务员搞错了呀 实在不好意思 他呢明确算错了 这个杯子不是两千 而是两万 两万 你们这是电大气客 你说得对了 来人 有人在这闹事 给我好好地教训教训他们 阿彪 把这个男的给我扔出去 只有这个女的吗 留下来 让我好好舒服舒服 谁给你们的胆子 竟然这么小 谁给我们的胆子 小子 我怕我说出来吓死你 知道江北刘家吗 这钱我们陪 小男我们走吧 我早就说过 你们也不看看这是什么地方 让你掏多少就掏多少 费什么话呢 这钱不用 刘家 不足 小男 你说什么吗 你忘了上次你差点被刘家伤了 我 下下真的没事 哟 这听着 你们好像认识刘家似的 你们要干什么 怎么想走 晚了 你小子是不是以前得罪过我们老大呀 我就说嘛 听着这骂说 给家主打电话 告诉他 我们抓到以前得罪过他的人了 别打电话 你们要多少钱 我们赔 不用 让他们打 我倒想看看 刘老狗 敢不敢来 你 敢对我们家主不敬 家主 咱们餐厅来了个刺头 他不仅不付钱 还对你不敬 你赶紧来收拾他 对 他叫肖男 哎家主 你怎么不说话了 死人怎么会说话呢 你在狗叫什么 我们家主怎么可能是死人 小小 你先坐吧 哟 这是已经做好受死的准备了呀 经理 咱们不要谈废话了 先让阿彪教训教训他们 看他还怎么狗叫 阿彪 动手 谁 怎么在我地毫三庭闹事啊 信不信我 嗯 嗯 看来刘家的败类还真是不省 你又是谁敢来找死 朱雀大人 朱雀大人 饶命朱雀大人饶命 朱雀大人 朱雀大人 刘家已灭 至于你们这些狗狗 以后就跟着一起上路吧 带走 朱雀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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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后我们再也不害怕被刘家报复了 现在才刚刚开始 江北 要变天了 哎呀妈 好消息天大的好消息 快说说快说说 我呀 刚才不是在咱家门口碰见了朱雀战将吗 他给我一张邀请函 收拾给您的 快让我看看 哈哈哈哈 哎呀天助我也呀 这是神主大人的婚宴的邀请函 是吗我看看 爸什么事情这么高兴啊 关你什么事啊 你不是已经自愿退出江家了吗 怎么还有脸回来 吓一下呀大喜事啊 我们江家收到了神主大人的婚宴邀请函 真的吗这么巧 我和肖南也是来告诉你们 我们要结婚了 什么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不和我们商量商量 哎呦江夏呀江夏 说你蠢 你还是真的蠢 我们江家 马上就要飞黄腾达了 你却要嫁给这个废物 真是野猪吃不了戏康呀 你也只配嫁给肖南这个废物 江荣 一张结婚宴的邀请函 就让你狂成这样 肖南你这种档次 估计连神主大人都不知道吧 不知天高地厚的家伙 我懒得跟你说 想想你姐姐说的有道理 你为什么非要嫁给肖南呢 爸 你不是之前已经同意了我和肖南的事情了吗 那是之前 傻丫头 肖南 我知道你对夏夏很好 可是现在的夏夏 你已经配不上 江伯父 你这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 你和江夏分手 江伯父 何必如此着急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 肖南 我这有一笔钱 够你花两辈子 离开我女儿 爸 你这是什么意思啊 我和肖南 我们两个是真心相爱的 想想 爸爸想跟你说点心里话 这几年 亏待你和你妈妈的太多态度 爸爸现在老了 以你的长相和才华 再加上咱姜家的现在的情况 嫁给世家公子是没有问题的 你为什么非要嫁给肖南这个无依无靠的穷小子呢 爸 我明白您的意思 但如果您真的是为我好 就应该尊重我的选择 我相信肖南 他一定不会比那些世家公司差的 江伯父 你放心 这下嫁给我 别人有的 我一样都不会少 说的好 房子呢 车子呢 彩礼物都可以不要 你给夏小舅去 可现在 我什么都没有见到 爸 肖南他把房子已经买了 在香山别墅 车子现在虽然还没有 但是我相信很快就会有的 小小 你先不要着急 你跟爸爸去参加神主大人的婚宴 你就知道了 那里的青年才俊 比起他肖南来 他肖南的那点财力 啥也不算 爸 我和肖南还有点事情 我们就先走了 肖南 我爸说的话 不要太在意了 他年纪大了 有点分件 没事 我理解 夏夏 你相信我 我相信 明天我带你去个地步 别摸 碰坏了 你赔得起吗 这一件婚纱 怎么就不能碰了 这可是全市最顶级的婚纱店 最便宜的也要五百万 你 来看吗 太贵了肖南 我们还是先走吧 没钱还学人家逛高档场所 浪费时间 你怎么就知道我们买不起 五百万 那是给贵族买的 你看你这模样 流里流气 哪个乡下来的农村人啊 你怎么能这样说话呢 一个月工资很高吗 在这种地方上班 你就上的人了吗 我每天 服务于各种有钱人 就算是狗 也是上等人的狗 没时间 服务你们这种下等货色 赶紧给我滚 我还是第一次见到 这么区分人的 那你要婚纱 我们要吧 跟我逞的 五百万的婚纱 你也配 你怕是 把你老母的棺材本 都拿出来逞强了吧 你们这里的东西 只配给女人擦脚 你哪个医院跑出来的神经病 在这儿发疯 赶紧滚 再不走 我叫人了 谁呀 你这样便宜老师 肖先生 你怎么来小店了 小人有失远远 还请您恕罪 恩心 我听你店员说 你的店不是我这种下等人该来的 我是不是该出去呢 我在肖先生和江秀姐面前 那都自称小人 你敢说人一是下等人 是不是活腻歪了 你你是怎么培训你的 老板 是我永远不是台上 是我瞎了眼 你饶了我吧 好饶了你 来人 把他拖出去 饿了滚打死 老板我真的知道错了 你是能饶了我吧 老板 算了 知道错就行 好好好 是是是是 小先生 你这么爱分上等人和下等人是吧 城西有个起来窝 去那住个一年半才面回 谢谢老板 谢我做什么 谢小先生和江秀姐 谢小先生 谢江小姐 江小姐 您看 您在本店看上哪件衣服 您随便拿 通通免费 就当是今天给您赔的不是 神主大人的婚宴 果然是气派 我这半辈子都没见过这种世面呀 不妨 这玉佛 乃是我们江家 宠了几十代的宝贝 就这么送出去了 这玉佛呀 是咱们送给神主大人的 能把这个玉佛送给神主大人 这是咱江家 几代人修来的 你可把他拿好啊 可千万不敢把他摔碎了 没有 在这摔碎了 可就迷迷把他摔碎了 放心吧 爸 江夏呢 他人上哪去了 那个倒贴赔钱货 肯定跟湘南 不知道在哪儿捡垃圾呢 你管他干什么 哎呀 湘南 来得正好 怎么 想让我们带你进去吗 他能不来吗 他还指望江夏这个蠢货 带他进去捡垃圾呢 平时那么装 最后还不是得靠女人 小南 你来了也正好 今天啊 就让你见识见识 这些世家公子 从今以后啊 你再不允许找我们家的江夏 江伯父 话不能说太子 等会儿 你们就知道了 你一个小丑 就让你再蹦他 咱们走 谢谢 小南 你要干什么呀 这里可不能乱走 我说过了 我已经准备 这是什么 不是 哎呀 小南你敢在这发疯 你就这么急着死吗 小南 你要带我去哪 今天可是神主大人的结婚原理 你可不要乱来啊 小夏 黄火会有人会玩 你会再死 小南 这可是神主大人的位置 你要发疯滚出去发穴 小南 你闹事也不找个地方 你认识要困住大人之道 你就是有十条命 也不够死的 江伯父 江伯父 说过 别人有的 江夏一样多 鞋伯父 如果神主大人先婚 特送来曼尔洞全导一坐 半堆油烤收 赠云您的汽救 我们刚才怎么听着 威尔曼家族说的是 我们现在是神主大人 威尔曼家族 可是全球最顶级的裁法 他第一次在国内露面 应该是为了见神主大人 肯定是认错了 认错了 我记句听龙先生的 龙先生 那龙先生可是没人物活动的大人 他竟然也来了 可见神主大人在各地的影响力啊 那信主而已 难不成他也是来奉女的 奉神主大人之命 今天的典礼由我来成罢 奉神主大人之命 守护监狱的典礼 若有人胆敢闹事 杀无赦 奉神主大人之命 哎呦 总长大人来 还不起来找死 他们都是奉神主大人 那神主大人人呢 为什么 肖门还在这上边 鸡娘怎么可能是我女儿呢 天呐 不会吧 神主大人要娶的是江夏 对 神主大人根本就不认识什么江夏 那天邀请韩送到咱们家的时候 我就觉得奇怪 他为什么要送过我呢 是真的 神主大人要去取的是我女儿江夏呀 这个小姐 这个有这么好的命 嫁给神主大人 我愿意嫁给你 神主大人人呢 为什么 肖门还在这上边 肖门 哎呦 你个穷备 蹭地方也不看个场合 神主大人的婚宴 你在这蹭 你大人好好教训教训你 朱雀大人呢 朱雀大人 你不自定了 有些人呀 死之前也不看了什么后果 你今天这条小命 能保喽 肖门 你还不赶快跪下 给朱雀大人赔罪 你能够连累我女儿 朱雀大人 大人 我是江夏的母亲 肖门敢对神主不敬心 赶紧 赶紧惩罚他 你愿意嫁给你 赶紧един 是 是神主 將其打入賤民營 是我不要大人 助教大人 助教大人 你放我 助教大人 助教大人你就放過我媽吧 你今天應該懲罰的應該 是江南呀 你為何要罰呢 他是新娘江夏的賤夫 給神主大人戴了綠帽 還勾然的站在台上 他必死無疑啊 參拜之敦神主 起來吧 什麼 江南 你你是神主大人 我錯過了當神主大人 你願意 曉南 我才是神主夫人對不對 我才是啊 你也會 來人帶走 將其打入賤民營和她母親一起 是 不要 不要 曉南 曉南 你真的是神主嗎 曉南 不像嗎 曉南 我不會是在做夢吧 曉曉 請你原諒我 之前 因為一些原因 我就隱瞞了自己的身份 從你往後 我一定會好好補償你 你願意 傻瓜 我不是早都說過了 我願意 我愛愛你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